我是劉奕恒 我們是中部物件處稅座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最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 訂閱一下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然後我們的標題 都會有我們的電話 如果有喜歡記得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現在來到台中市東區 台中公園 東區 中邊的東區 在台中公園的附近 它其實是在 東區跟北區的交界處 我們這邊是東區跟北區的交界 來給你看一下 那這個位置 台中公園在這裡 我們其實離台中公園很近 這個是富隆街 富隆街跟那個富興路五段的交叉路口這邊 好那我們這個是 二隆 有整理的 有全新整理的公寓 室內大坪宿有四個房間 線路也都更新了 對啊 線路都有更新 還不錯 你只要聽說是公寓的話 就是它的屋領已經30 30以上了 40以上 對 幾乎都是40以上 對啊 那所謂的公寓就是它沒有電梯 那大部分的公寓就是五層樓 我們的是在二樓 你不用爬到四樓五樓 而且它幫你整理好了 室內大空間 29坪 室內有29坪 那有兩個陽台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經典的落地窗陽台 經典的落地窗 室內有將近30坪 對啊 來看一下這個陽台多大 隔了四個房間 陽台還蠻寬敞的 我們照一下上面 它也可以在這邊曬衣服 對啊 而且它這個還算蠻新的 所以它這個沒有換 不鏽鋼 這個呢 他就有換過了 很少投資客會換這個 對 磁磚好像也是重貼的 對啊 沒有錯 紅心裝 這是它那個什麼 電視邊牆 對 不懂耶 這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殼 到時候 把它再做個裝飾就好 它應該會做一個裝飾 對 沒錯 這邊可以綁東西 對對對 它這個其實本來客廳很大 好 這個是用木頭隔的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鑽牆 是木頭 木頭 所以這邊旁邊又隔了一個空間 這個就是它的第四個房間 當然你要當餐廳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全部把它打掉變成一個超大的客廳 也可以看你的使用 對啊 怎麼樣比較好 所以老公它這個是用木頭隔的 對 那這邊應該是陽台外推 它本來應該還有第三個陽台 其實陽台不用太多 太多也不好整理 像我 我那個陽台 我這幾天也經過了 都是灰塵 對 那我這邊客廳不適合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做餐廳或者是第四個房間 也很適合 也是可以 把它裝潢做起來 就可以隔第四個房間了 對啊 沒有錯 我們繼續往內走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房間 對 這個就有陽台了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是兩個陽台 對 這個房間大約三平 它是大四房 大四房 大四房 來 看一下這個陽台 這也是工作陽台 這個是工作陽台 它這邊有天然瓦斯的 管線 它可以放洗衣機 對 好 地上哪一個呢 茶座 這就是那個排水管 OK 排水管 好 這是冷氣 那個 洗衣機 排水管可以直接查 你現在開始出廊 看一下上面 它 全部都有更新 好啦一起廊 然後一起看我們拍的影片 再過十年就覺得說 房價怎麼會這麼恐怖 對 不用十年 以後都會留錯紀錄 對啊 我們這些都是全部都是紀錄 建政台灣 台中 房價高漲的奇蹟 而且 你知道嗎 我們是還是會持續繼續做下去 做到早 做到不能動 是嗎 你不是說你很想要趕快退休 就算是退休的話 也是還要工作 偶爾可以更新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我們的影片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做功課 好 不用出門就可以知道 再來是它的廚房 那廚房就全部更新了啦 窗戶門窗全部都是新的 上面是天然瓦斯的錶 對 天然瓦斯錶 在這裡 這邊還有那個 烘碗機 烘碗機 OK 這邊可以放電明箱 電明箱的位置 好 再來呢我們剛剛已經看幾個房間了 兩個 怎麼可能 剛剛兩個啦 喔這邊還有 還有一個主臥室 真的很大 對啊 大四房 來看一下主臥室 鏡頭不要晃太大 它的衛浴有開窗 對 衛浴有開窗 好 等一下你在那邊不要動喔 好 好大吧 也是很大 真的是大四房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衣� 還有一個衣櫃 還有化妝台 看在牆壁裡的 它是用裝潢做的 看一下吧 這個應該都是全新的 好 這一間呢 我覺得貸款層數應該可以到 這樣子 7到8層 對 因為這邊的區域性的關係 中區 東區 還有加上什麼你知道嗎 它有幫你整理好了 看一下上面 中房 對啊 這間是主臥室 然後有開窗 主臥室的衛浴也都換掉了 再來是公衛也有開窗 公衛也開窗 讚啊 我喜歡 好非常好 而且也很大間 可以做乾脂分離 對 好再來這邊 最後一間房間了 其實這個可以做五間房間 四房 現在目前是四房可以做五間房間 你剛剛不是說有一個地方空間大都可以 這個就是第四房 喔 好大吧 來看一下上面 好 新的燈 OK 那我們出去看 外面的街景 那我們這一層樓呢 是在二樓 是那個公寓的 有樓梯 只有樓梯喔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看樓梯間 然後對面也有鄰居 喔 幹嘛躲 我好了 給你收拾後面 我要介紹街景 謝謝 然後這一層樓總共有四戶 四戶 一 二 三 還有旁邊那一戶 四 對 然後這邊 走道也有開窗 沒有擺什麼 沒有擺什麼打物 還有一件事啦 你看後面 那個什麼 那個樓梯很寬 我們壓手樓是這裡 我知道啦 不是要比給他們看一下 好 那這個 是之前裝潢的時候拆下來的 這器物好了 他這個都 還沒有回收 對他這個都會清掉的 對 這個都會清掉 那這邊總共幾戶呢 我們算一下 123 123456 6 318 總共有18戶 不只耶 這邊還有信箱 沒有就是以裡面的為主 裡面或外面 好 因為 可能外面 很輕鬆吧 就這樣子二樓而已 而且有整理 而且多少錢 889還是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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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900 對啊 將近900萬 但是室內30坪的空間 將近 我覺得啦 而且又大四房 沒有車位 車位的話 來了 我們搞一下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停車場 我記得這裡公有停車場 旁邊是金五路喔 這邊轉過去是金五路 來看一下 車位的話 就是靠近 靠近那個 呃 靠近那個台中公園那邊 就有也是有停車場 對啊 往前走 往前走 這邊離一鐘很近耶 你的母校耶 靠近一鐘三圈 你的母校耶 這邊那條路是金五路 對 那條是金五路 然後這個直走就是台中公園 前面那個是台中一鐘嗎 不是啦 台中一鐘在右前方 大概還有一公里 你往這邊走 對啊 我可不可以走裡面 我可不可以走裡面 不可以啊 因為裡面沒辦法走 好拜拜 那拜拜 謝謝學長 我想走裡面 曬死我了 還好 這個溫度我覺得還可以 不是 是 你比較怕曬 冬天的陽光還是夏天的陽光 其實都一樣曬人 什麼跟什麼嘛 我已經擦了67數的都好像還沒有用 我不用擦也很有用 你是男生沒有關係好嗎 不要每次回去的時候我媽都會說 哇塞 你是 黑人嗎 你是黑人嗎 我今年夏天絕對不能再當黑人了 唉 慢點 這個傘真的很討厭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不聽話 不聽話 跟你 好啦你不要再講我壞話了 好 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對 我們會幫助陽光 快到了嗎 右前方就是一個停車 小心車子喔 對啊 你看這邊有個停車場的 老公 然後台東公園那邊也有停車場 對啊 那你買這一間 再找個停車場 然後就完美了啊 這個不知道要蓋什麼 蓋市場嗎還是停車場 蓋大樓嗎 不是 可能也是蓋停車場的 不曉得 對停車場 看起來是 你看一下 那邊有那個綠色的那個 那個什麼 這叫做什麼 市場 市場喔 這邊是市場 零售市場 不錯啊 東區 早市或 市場用地 鄰居 上午 零售市場 哇 那這邊起來囉 上午 不是 早上喔 是上午 是那個上午 對 不是早上的意思 上午零售市場 所以呢 還有可能是黃雲市場 老公 那這邊的話 就生活機能更棒了 對啊 有市場 又有停車場 對啊 又有台中公園 對啊 然後又有體育館 然後這邊又是雙死路 旁邊又是一中商圈 對啊 然後一中商圈 再過去一點點就是中油保護公司了 然後再過去一點就是中國醫藥學院了 越走越遠 不要了啦 那個都要開車 騎摩托車開車 好 這是一中停車場 看一下他這個有沒有月租費 老公看一下 最高每日最高250 那還好嘛 每日最高250 那還好啊 一小時30 那還好那還好 那還好 如果每日最高250 不是月租的話 乘以30天 哇 也要五六 假日40 半小時耶 不是一小時耶 哇塞好貴喔 那這個有沒有那個 這太貴了 半小時 一小時要80了 那要不要找別間 找別間 這邊還有啊 金武停車場 啊那個 台中公園地下是不是就有共有停車場嗎 對啊 就這個啊 金武停車場 好這邊就是往那個台中火車站的方向 雙十路 趕快過趕快過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了啦 市政府的收費停車場了啦 哦 對啊沒有打門 不過這個停車格又不多了 好啊這邊就是台中公園 還有私人堂 OK 就到這裡 你怎麼會在草地上面 這個是 為了不要讓你曬太陽啊 好趕快解雨吧 趁著雨傘好奇怪啊 好啊那這裡雙十路 台中公園 如果有喜歡 趕快跟我們聯絡 對 這邊 一小時 二十 半小時 半小時十五 半小時 這邊就比較便宜 半小時十五 一小時三十 而且這邊 這邊都有公車 對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對那好物件不等人 這間要快喔 這間要快 真的要快 大廁房 大廁房八百九十八萬 而且是在二樓 不用腳管理費 免管理費 全新整理給你 有缺點 屋領比較舊 超過四十 你們可以考慮 攤子有一個平房 我們有拍 740萬而已 對啊 但是地點 當然這邊 比較好啦 當然啦 如果是這邊的平房 那就是 不是這種價位 就好幾千萬 對啊 因為貴是貴在 土地 最貴的是土地 所以攤子的那一個土地啊 是有價值的 其實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新市政在那邊嘛 那現在之前他一瓶是不是 我記得七八年前的話 一瓶是十幾萬 十幾萬 現在都 二十幾萬 一瓶 一瓶啊 對差不多 我真的沒有講錯啊 所以你買地呢 是買到賺到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的物件最多 好 如果說真的不喜歡 我的頻道裡面有拍攝上千幾的物件 歡迎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喜歡的物件 如果都不喜歡沒關係 記得還是要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訂閱下去 訂閱我們頻道 就是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天上架的物件 每天都在拍攝 好 那 我們的物件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 土地房子 對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也不怕你買後悔 蚊子要叮你耶 沒關係 那我們所有的物件 排測都是一鏡到底一到未檢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煤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 滑平板 看ANGEL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知道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OK 然後記得我們 如果你們有親朋好友 幫我們轉介紹 可以幫我們轉發分享介紹 希望你也可以幫我們賣掉 對啊 每天都會有大紅包啦 對呀 成功一定有大紅包 謝謝大家的支持 至於大紅包有多少 去追蹤我們 之前拍攝的影片 都有講 兩三個月前的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支持我 雖然有些人 有越來越多人 會追蹤了 真的假的 所以我現在的本事 比較越來越少 但是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 正確的事情 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雖然我們常常變成 很多 很多人幹掉 沒關係啊 你看我們的影片 其實等於是在做功課 對啊 好那 我們就 汐水長流囉 好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